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从7月18日至28日 印度尼西亚国际车展正在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场馆里举行 那么本次的车展是第31届车展 印度尼西亚国际车展首次举办是在1986年 今年是第31届 是印尼也是东南亚最大的车展 本次车展共有11个展馆 占地12万平方米 有超过55个来自中国 日本 韩国 以及欧洲地区的多个品牌亮相 其中有13个品牌是首次参加这一国际展会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里是人山人海 说车水马龙也不为过 因为这里确实是国际车展有很多车 那么在我身后呢 是50是来自中国的汽车品牌 50在印度尼西亚发展已经有7年之久 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看 中国车企在印尼的发展情况 你好 麻烦您 我是新华社记者孙磊 麻烦您介绍一下 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孙老师您好 我是50印尼市场总监刘远 刘总您好 50在印尼 我看背后已经写了是 7 anniversary 已经在这里有7年之久了 那么50在这里发展的怎样呢 首先欢迎孙老师来到我们的50展台 我们其实上是今年是第8年来到我们的 Gear车展了 2011年正式在印尼投产 但是呢这个之前的一年 2016年我们就已经在印尼 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印尼国际车展 然后也让用户更多认识到了50汽车 50品牌 第8次参加国际车展 那么今年的国际车展跟以往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 今年最大的不一样 我认为是中国的车企多了 中国的新能源 这样的一个产品投放的更多了 越来越多的印尼的消费者跟用户也在 选择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新能源产品 我看50的这个有一块板写的是50 number one EV number one in Indonesia 这个麻烦您介绍一下 50的新能源汽车在印尼的发展情况呢 因为呢市场呢 今年是第三年在印尼这样的一个取得的 这样一个发展 我们在印尼的累计已经有2万多个新能源用户 在印尼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占有率 我们也是连续三年排名第一 今年的市场占有率呢 也超过了50% 我看到前面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怎样的展示呢 孙老师是这样的 毕竟印尼的新能源的普及跟发展才刚刚的开始 很多消费者对于这个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安全 特别是电池的安全是非常关注的 我们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较直观的实验呢 把我们的神链电池放在我们的这样的鱼缸里面 来证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电池的这样的一个防水性 还有安全性 这个看着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么我们现在前面看到了很多这种小小的车 也看到了其他有一些 稍微大一点 体积稍微大一点车 我们本次车站50主要是在 向印尼市场推出哪些产品呢 介绍哪些产品呢 事实上呢截止到这个今年我们一共在印尼投放了三款新能源的产品 我们亲切地称之为叫ABC组 ABC组 这一款这个用户改装的这一款呢是我们的武林晴空AEV 也是我们这个2022年G20的一个官方的指定的一个用车 事实上呢很多印尼的用户呢也非常喜爱这一款车 通过这一款车呢也可以在亚加达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号 有这样一个焦虑吧 方便的出行也可以方便的停车 您提到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在印尼亚加达地区比较拥堵 然后印尼政府制定的政策是单双号现行 跟国内的跟北京的那种现行政策 轮号的还不太一样 对 那这款就比较小小颜色 这个颜色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那另外两款你说的一共有三款产品 还有B和C是什么 对您看到展台上的这款蓝色的车子 是我们的去年12月 这个在印尼刚刚上市的这一款叫50冰果的一个车型 这款车子呢已经上市 等待一个月也就收获了3000个订单 也是得到了印尼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欢迎 这款车呢事实上呢 一个是造型非常的像这样的一个时尚精致 也特别受到我们也发现用户调研里面 包括用户画像当中呢 印尼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太太们 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车子 能够方便的去接送小孩 方便的去商场去购物 也能够很轻巧的去停车 您刚才也提到就是50到印尼已经有八年的时间了 那么咱们是自己在印尼生产所有的车子对吗 目前我们在印尼销售的所有的燃油车跟性能源的产品 都是满足印尼的这样的一个本地化率 大于40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大于40的工业 对于你这样的一个整车工业吧 特别的性能源的产业链吧 也做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积极的贡献 我们到这个车里坐一下 对这一款呢 就是我们今年5月份刚刚上市的一款叫做 这个50云朵的这样的一个 仙背式的一个MPV车型 您可以看到 这款车呢 我们主打的一方面就是这个舒适 我们的座椅呢 是这个豪华舒适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人体工学特别的好 其次呢 是我们的前后排的空间 您别看它只有小小的4米3的这样的一个长度 但事实上呢 它给你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轴距跟体验呢 是不输于所谓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C级车的 用户呢 在这样的一个座舱里面吧 可以是很轻松的享受这样的一个EV的驾驶的一个乐趣 包括我们也配置了非常丰富的这一些智能网联 这一些智能驾驶 以及这样的一个辅助驾驶的这样的一个配置 增加安全性的同时呢 也能够让用户的这个出行更加的科技 更加的简单 那这个车的续航大概能达到多少 我们这款车的续航是460公里 完全可以满足这样的一个 460公里 用户一周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日常上下班的这样的一个出行 对 这个车感觉还是可以的 那咱们在印尼是有一个工厂是不是 一个工厂对 工厂在 在几个浪 在几个浪 就距离亚加达市区70公里左右 那工厂里就是大概有多少 有多少工人呢 我们的工厂 目前来讲运行的情况呢 是雇用了超过1000名印尼本地的这样的一个员工 我们的产业链呢 包括我们的供应商一到呢 我们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 1万多名的这样的一个 协同的这样的一个伙伴跟我们一起这样的一个在做武林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 包括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协同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可以讲呢我们也是对当地吧 无论是就业还是这样的一个税收 也起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积极的这样的一个贡献 好 谢谢你 刘总 我还有 我还有几个问题啊 就是因为印尼呢是 地域很大 万岛之国 有众多人口 武林在东南亚发展的总中心是在印尼对吗 可以这么说 好 现在呢 上中大气同样的武林已经把我们的武林印尼定义成为我们这样的一个 全球右舵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的一样这样的一个基地 今后呢 所有的这个右舵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都有可能通过我们武林印尼去出口到我们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那怎样看待整个东南亚或者印尼的这个发展前景 我们还是对印尼的经济发展包括汽车产业是非常有信心的 一方面呢 印尼有全球这样的一个顶级的人口规模 其次呢 印尼经济呢 也保持了每年五到六的这样的一个高增长 第三个呢 印尼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购买力也在持续增长 我们相信呢 在未来不久的时间以内吧 印尼的新能源的渗透率跟普及应该来讲是全球最有市场的国家之一 刚才您也提到武林在印尼大概有一千多名本地员工啊 对 这一千多名本地员工他其实在武林工厂工作的时候 他也是学到了中国的新能源技术对吗 对的 那您觉得现在中国的新能源车的技术水平 能处在一个在全球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呢 我认为无论是这个我们的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储备 前瞻性的这样的一个研究 包括我们当前的这一些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布局 应该来讲它全球应该是第一梯队的 也是绝对的领先的 那提到全球的发展 就是新能源车的发展情况 有一个现在比较炒作的 西方炒作的比较厉害的 就是说中国的产能 新能源产能过剩啊 或者中国新能源车产能过剩 您觉得这个说法 它有道理吗 还是说就是西方的抹黑 我认为吧 首先我们从产业的规模来看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健全的新能源产业链 其实呢 中国拥有现在最大的新能源的汽车的 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市场 可以讲 我们的产业链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需求 就导致了我们有全球最有竞争力的产业链 其实呢我们放眼到印尼这样的一个国家 它其实上是有碳排放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 我们也看到它的这样的一个五年规划 事实上也是有新能源渗透率到20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 如果这样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各国家的新能源发展的这些目标加起来 我认为中国车企中国新能源是非常有竞争力 且非常有机会的去满足全球老百姓对新能源的这一个普及的 这样的一个希望跟这样的一个诉求 对因为为了实现碳中和碳达峰 印尼政府也是鼓励大家去买新能源汽车 那它现在对本地的群众去买新能源车有什么鼓励的政策吗 目前来讲新能源汽车对印尼消费者来说呢 政府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政策 就是给予每一位购买这个新能源汽车用户 去享受一个10%的政治税的补贴 当然前提是这一款新能源车必须达到 跟满足印尼本地化绿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目前呢武林在售的所有的产品都满足这样的一个要求 所以呢印尼消费者购买武林的这样的一个汽车呢 也是可以享受到这10%的优惠的 本次车展应该是有11家中国车企在这里对吗 对 应该也是历史上最多的一次 有中国车企参加最多的一次 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来到印尼去建厂 去投资 您可能武林面临的这个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包括日本韩国可能也会有一些车企在这里投资 投资新能源汽车 您怎样看待未来市场的竞争呢 我认为竞争是必然的 但是竞争呢更多的是用户呢 是希望主机场能够提供更多更先进的 更有这样的一个品价比的 然后呢更加有服务保障的这些产品给到用户 我相信呢在众多的这样的一个中国车企跟这样的一个竞争环境中吧 武林依然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品牌优势 我们的技术优势以及我们的服务优势 我们也相信呢这三个优势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呢 也会体现在我们的销量上 也会体现在我们的用户口碑上 的确我在雅加达的大街小巷也是越来越多看到武林的车 看到中国的车 感觉印尼的老百姓对于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还是非常喜欢的 尤其不同的颜色呀不同的大小啊 比较适合雅加达就是印尼这种比较窄一点的道路和这个小巷 是比较适合 我们说的就是场景决定需求 所以印尼的这一些交通相对拥挤 这个单双号线型 包括印尼雨季的这些场景 我们认为呢 其实上是非常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新能源车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 其次呢 确实是跟洋游车相比 新能源车呢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实用性 用户呢可以在日常使用中以一个更低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成本 去享受到新能源车的这样的一个便利 那用户现在在买武林汽车之后 他的充电桩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我们是承诺为每一位这个购买我们武林新能源汽车的用户 提供免费的这个7000瓦的交流快充的安装 以及硬件设施 能够确保每一位用户到回到家就能够像手机一样 能够苏心的充电第二天的满电出发 那还是很好的感谢感谢刘总 今天从您这对武林有了更深的了解 希望咱们中国车企在印尼也可以做得越来越好 谢谢 中国车企加油 谢谢 好我们武林的参观就到这里 然后呢我们就去下一站 我们看到了有哪吒汽车也有奇瑞 这三个是挨着的 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车企在国际车展上 众多车企啊 包括我们看到有好多保时捷啊 包括日本的大发啊 丰田啊 韩国的现代啊等等 这些车企也都来到了国际车展 他们会在车展里发布新的产品 也可以在现场就是进行直接的订购 那么我们现在来到了哪吒汽车 哪吒汽车也是国内的造车新事例 我们来看一看哪吒汽车的有哪些款式 那么其实在亚加达呢 它是有一个单双号的现行 它跟国内的现行手段不太一样 因为据我所知 在亚加达地区呢 大亚加达地区 它是包括亚加达中心区域和一些卫星城市 相对起来人员比较密集 因为印尼呢 是一个万岛之国 有一万七千多个岛屿 但是主要的人群集中在赵瓦岛上 赵瓦岛就是亚加达所在的这个岛 这个岛呢 很大 人口很多 就因为它是国家的 印尼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 所以好多人都会跑到亚加达来找工作呀 寻求更好的发展 亚加达地区 它的道路呢 基础是不像国内的那样发达 它是道路都很窄 这样的情况下 所以容易造成交通拥堵 但是尾气排放依然是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呢 亚加达在鼓励更多的人去买新能源汽车 因为新能源汽车 它首先是零排放 对吧 然后这样就可以更便 有利于这个环境的保护 那么我们来到了哪吒汽车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就我在 我是2021年年底到达的亚加达 那么就我这两年多的观察来看呢 的确越来越来越多的印尼人可以 去选择新能源车 不光是因为这个出现好的问题 因为新能源车是不现好的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新能源车它更时尚 更智能 然后它的速度会更快一点 这款蓝色的车是比较漂亮的 我来体验一下 哦 这个车是左舵的 感觉很像一个跑车 那新能源车呢 就我的感觉是跟传统车 它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更智能化 更时尚 它的内饰呢 更漂亮一些 不像原来的那样的车 它更中规中矩 我们看到了这个哪吒汽车在这里的负责人 刘总 刘总 你好 你好 我是新华社计的孙美 我们现在正在就是对这个国际车展进行一次报道 然后呢 我们看到了哪吒汽车在这里 麻烦您做一下自我介绍 你好 我是那个哪吒汽车在引领 四北收头公司的一个主负责人 黄文俊 黄总你好 请问这是咱们哪吒汽车第几次参加印尼国际车展呢 第二次 去年第一次 去年第一次 今年的感受跟去年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呢 今年感受到整个EV电动车 纯电动车在印尼市场的这一个空前的一个竞争非常激烈 更多的中国的品牌进入到印尼 而是进入近南印尼以后 同时对印尼电动车市场的这一关的投入度啊 所有品牌包括咱们哪吒我们都下了更大的力气 因为印尼是整个东盟的电动车气场 电动车市场以及市场的一个汽车市场的一个核心 也是未来的咱们一带一路汽车走出海外的一个南海市场 那么本届车展呢 哪吒主要是推出了哪几款产品呢 我们本届车展为了今年我们准备了哪吒X 就是作为我们主展台 通过这次第二次车展我们做了这个预售活动 哪吒X是上面那辆对吧 对我们去看一下 这辆车它的尺寸大概是一个这样 这辆尺寸是4米6 哦4米6 哦4米6还是挺长的哦 对 三代的CRV很接近 哦这个 这个车4米6 那这个车的续航 这个车的续航达到多少 我们这续航 NEDC达到达480公里 哦480公里 对 还是很 我们采用的是国轩的电池 哦国轩高科的电池 哪吒汽车的主要的生产基地是在泰国是吗 不我们这款车以及我们今年5月份刚上市的这款哪吒V2 其实都已经实现本地化生产了 都已经实现本地化生产了 双而且过了印尼的政府要求的40%本地化率以后 享受了10%的政治税的减免 哦 所以对哪吒来说我们是第一个品牌能够在不超过半年 三到四个月的时间从筹备项目筹备到完成政府的本地化率认证 哪吒品牌是唯一一个在极短的时间做完这个流程的 那哪吒汽车是如何看待就是现在全球 东南亚印尼乃至全球的一个新能源车的市场发展 新能源车市场在印尼这边 主要是针对这个纯电动车市场政府给予了比较大的一个政府支持 不同于其他市场 印尼政府是鼓励更多的中国企业外来企业来印尼去投资 有关于新能源特别纯电动车产业列的从上游到下游整个生产 所以哪吒呢是在这个一带一路的大潮里面 去年率先作为唯一一个纯电动车品牌以及造车新势力 第一个进入了印尼市场 而且快速的抢载了印尼市场的一个市场的先机 今年我们双双把这两款车在印尼实现本地化投产以后 我们希望能够跟更多的咱们中资的这个车企一起 为印尼的这个新能源建设和环保出行 做出咱们中资品牌的一些贡献吧 好 谢谢您 谢谢您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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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通过您的介绍呢 我对哪吒汽车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也希望哪吒在这在印尼做得越来越好 谢谢您 谢谢您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马不听题去下一站奇瑞看一看 我们到了其实挨得很近了就到奇瑞这个车的颜色 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颜色的看着很时尚啊 新能源车跟以往车的就是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于它的颜色呀它的设计呀款式啊都是很时尚的 让人看着会心动的感觉 那么我们现在到了奇瑞汽车 呃 奇瑞呢 它亮出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logo Omoda是它的一个车款的是它的一款呃一个车款 我们来找一辆车体验一下 哦 我们又看这个Omoda这个这款车 哦 这里面是有人的那我们坐在后面看一下 哦 后面也是有人的那以后再试了 那我们来看看别的车吧 呃 我们的 呃 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车它的特点吧 这里有它的特点吗 呃 车长是4米4 呃 1米8 车宽是1米58 哎 宽是 我看 长 宽 宽是1米8 高1588 我们 哎呀 我想进来看一看 但是一直都有人 那我们来 哎 看到许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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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我们接着采访你 呃 这是您的客户吗 对 这是我们的 他希望买车吗 他买了我们的我们的一五 哦 这是我们的客户 呃 呃 呃 你是用户人吗 对 我的用户人 的Omoda 5 呃 呃 这位汽车用户呢叫 他是二月份订的车 四月份拿到的车 为何选择Omoda 5 呃 呃 这位汽车用户呢叫 Patrick 呃 这位汽车用户呢叫 Patrick 他是二月份订的车 四月份拿到的车 Why do you choose Omoda 5 oh first thing first what I like the most is the interior it just completely different than others exteriors you could agree to disagree exteriors to me just okay but the interior flawless 呃 我问他为什么会选择Omoda 5 这辆车呢他觉得外部车 呃 外部外观的你呃 各有各的想法都可以 你可以觉得他好看也可以觉得他有美中有不足 但内饰对他来说是完美无缺的 那呃 what's your experience in how do you feel about driving this car the torque the best the torque yeah yeah and then the well about the the range i mean it just okay it depends how we drive it depends how we drive it depends how our foot yeah you wanna you wanna go direct or you wanna go slow it depends but overall we love the car oh and we're planning to keep it long not for one or two years that's why we need the after sales guarantee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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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觉得这个驾驶感是非常好的 因为但是取决你个人的习惯啊驾驶习惯那些 但其实对对他来说是非常好 他觉得他希望可以继续开这辆车开得更久 do you plan to buy a new a new model of cherry oh they offer with the probably be bigger let's say like the seven seater then probably i will think about it but i still keep this one yeah we adding this is your favorite not replace this is your favorite yeah yeah 他说如果奇瑞推出了更大的款的车型 比如说七座的车型 他会考虑买 但是呢 我们到five这辆车呢 他还是会继续保留的 what's your why do you choose a chinese car this is a chinese brand you know that so how do you feel about chinese brand overall i'm actually kind of before a cherry i do own a chinese brand before such as wooling but then but then why i don't buy the other brand because of the charging port yeah omoda will use seem regular as what indonesian use which is the ccs2 but others probably different that's why i i choose this one the charging port so patrick说他呢 之前也是五零的用户 那么为什么选择了奇瑞的车呢 是因为他觉得奇瑞的充电的 这个充电口是符合印尼的用户的习惯的 那跟其他车起不太一样 其他车起可能有自己的充电桩的标准 那么 建于这个原因他选择了奇瑞的omoda5这款车 so based on all your experience in driving from driving wooling and driving cherry what's your comment how do you feel about chinese brand i believe in chinese chinese brand because what they offer us as a user or as a customer is materials is way beyond than other car makers probably yeah as a mostly japanese or korean like china they give us more we are upgrading our level to the next level for the what do you say the the interiors and everything yeah 我问他通过驾驶50的汽车和奇瑞的汽车 对于中国汽车品牌他有怎样的感受 patrick说的 货真驾驶 中国汽车呢 提供的产品的不管是从外观的还是到内市呢 都要远远高于韩国车日本车提供的同价位的情况下 是他的品质是远远超出韩国车和日本车的 那么我们也感谢他对中国品牌的信任 thank you very much patrick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thank you for believing in chinese brand thank you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let's take a picture together 那么通过用户的感受 我们可以感到作为中国人的有一种中国人自豪感对于中国品牌的自豪感 already take a picture ok ok let's take a picture together in the middle in the middle in the middle customer 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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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o where can i watch myself i will what what channel it will be the park or anything no yeah i can give you my number i can share wit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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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to save the network right ok ok 第一次 这位用户是想看我们的直播的想看我们的想看他在电视上的视频上的形象的那我们来继续采访一下您是您麻烦您走一下自己介绍吧 好的,我是逸尼齐瑞这边负责人,这边的执行副总裁,曲奇宗,在这边的话,现在是一年多的时间,也是第二次参加这个第二次车展。 曲总,您介绍一下,这是您第二次也是齐瑞第二次吗?第二次参加车展。 是齐瑞的第三次,齐瑞的第三次,齐瑞今年主要推出的是,我首先有一个问题,您作为第二次参加这个车展,跟第一次参加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的? 有一个对比,很有意思。去年的时候,去年Gayas的主题喊得很凶,就叫EV,就是新能源。 那反而呢,今年,这个Gayas车展,作为一个印尼最大的,最大型的车展,它并没有再去刻意强调这个EV这个概念了,但是有大量的EV的新的品牌,尤其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友商品牌,在开始展。 虽然还没开始销售,但是已经会发现,他们这个,或是尾身于人,或者说是自己独立展牌,都已经开始展示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和变化。 那今年,齐瑞在,在本次车展上,主要推出的产品是什么? 2024年,其实我们年初的时候,就把这个欧盟的E5,这个E5,这个已经给推出来了,然后呢,这个车其实,在上半年,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嘛,从二月份发布,到三月份开始交车以来,连续每个月,这连续四个月,都是这个EV这个segment,这个品类里面,单品第一的销量。 然后,这一次车展呢,我们是分了两天发布的,昨天是一个Price Day,我们是发布了,在你们面前的这个蓝色的这个车,蓝色的这辆,对,虎巴的,蓝色这辆,然后,但是今天,这个,一两个小时之后吧,我们会对EV进行一个发布的专题,对,我们是分了一下。 刚才您提到就是,我们的5它的销量是,连续几个月都是第一的,您觉得原因何在呢,为什么这么猛。 我觉得可能有三个因素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坚持的一些东西。我们坚持的第一个点,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一定要是这个,产品力够强。 包括刚才他说的,他这个内饰,刚才你采访的这个用户,也比较巧。他找我过来聊,我刚好在这边,这个看这个几个展现车,他刚好过来聊。 然后问起来了,他对这个整个的features,就是对整个的配置,对整个的这个内饰,然后这个驾驶的操纵性都非常满意。 然后所以产品力一定要强。第二个其实还是这个服务。我们是非常担心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九几年,九十年代末,两千年初的时候,有大量的一些其他行业吧,我们也不说哪个行业。 当时也是大规模进入东南亚,但是他的,陷入了第一个恶性竞争,第二个陷入了这个,这个,社会服务的一个漩涡。 所以我们还是坚持认为,要提供良好的一个服务,不能说是这个,呃,卖出去了,这个就是一个结束。 第三个点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要做好一个本地。呃,呃,呃,因为每一个国家他的,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呃,尤其是这个第三个点吧,是我觉得是奇瑞,这么多年。 我们连续二十一年,这个是温用车出来第一嘛。嗯,如果说我们总结出一个经验来说的话,真的是我们还是非常尊重本地的这个,这个用户习惯去,去,去挖掘他的需求是什么。 并且去改进一些小的点 改进一些产品的一些功能 这个车的续航可以达到多少 WLTC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 WLTC是430 但如果用很多友商用的 那个测试标准的 NEDC标准的 那就是505 但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还是按照WLTC来宣 那您是如何看待 就是印尼的 印尼包括整个东南亚的 电动车的发展前景 对 其实有几个点吧 政府的态度还是非常 比较坚定的 包括这个坚定也有点 我们可以发觉出来 它是整个东南亚都比较坚定 好几个国家都在推这个政策 对 然后呢 这个印尼也是其中第一 它在从一发展的时候 就开始逐步在 一步步一步步的去推出向官的一些政策 来吸引投资 吸引电动车的发展 那么 目前来说的在政府的政策方面 还是能够感受到重视的 然后 也就是从去年 这两年时间 整个EV的群众的接受程度 也现在慢慢开始提升了 但是这个可能跟中国的电动车市场 还是不一样的 对对 它现在这个核心就有两种类型 一种就是纯EV叫BEV 另外一种是可能很多老一辈的这些汽车这个制造商在推的这个HEV在做 对 然后消费者的关注度上了之后呢 但是我们认为 接下来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这个合作伙伴嘛 上下游的合作伙伴 来共同资这样的一个 印尼的市场规模和市场就是用户的发展前景够大吗 还是非常大的 印尼这块人口 这个全球第四嘛 2.79亿人口 对 而且它的GDP是常年保持在5.2左右 每年基本上都是这个数字 目前这个情况大家也是可以看到 它的人均GDP还不够高 但是每年的GDP保持这个增长 加人口规模 加这个人口的年轻化 还是有机会 我们还是在这个地方认为 会持续去发展的 当然啊这个时间可能会很长 不知道啊 我们并不是说很长 因为这个有越来越多的中国车 也来到了印尼 包括本次车展有11家中国车企啊 您如何看待这个 未来印尼市场的这个竞争呢 就像我刚才说其他行业 那个可能还是要谨慎 还是要小心吧 大家守住 守住应该做的这个事情 把服务做好 千千万万不要把自己 把中国的品牌的出唐 对 这个 这个招牌给砸了 是影响到这个 对 那么我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 中国电动车的竞争力 整体的竞争力 您觉得在 世界翻译内来讲 中国品牌的 中国电动车品牌的竞争力 如何呢 目前来说 我们认为在全球来说 大家都还是比较认可 中国的新能源 比较认可的中国新能源 在去选择新能源的时候 各个国家可能优先就会去 选这个中国的这个品牌 这块还是有这个一定的认知的 当然还认中而道远啊 但是目前来说这个趋势还是好的 好的好的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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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希望奇瑞在印尼也可以越来越好 谢谢 好 好 我们那么 三家中国车企呢 已经采访完了 我们就跟随摄像机 往那个方向走一走去 随便看一看吧 谢谢 谢谢 大家似乎 convex 你不 throw me 这是你 我都很想 我都很想 这是你 我也很想 我都不想 你都不想 我都不想 我 diplom下 我都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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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